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皇帝的耳目和爪牙 机构大多数时间都掌控在宦官手里 和特务政治 宦官政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明末学者沈启唐曾说 明不亡于流寇 而亡于场位 总结 明代灭亡的原因虽然流于简单化 但场位横行 宦官专权 却也是明王的主要原因之一 像一把双刃剑一样 场位在维护专制皇权的同时 却不断地损害着大明王朝的机体 成为后世引以为戒的警戒 而这把双刃剑的铸成 还要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 那么场位因何而生呢 他们又在明朝初年的政治浪潮中 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主播为您讲述明朝场位诞生季 公元1368年 朱元璋于南京称帝 国号大明 年号红武 明朝立国之初 形势并不容乐观 在北方 元朝还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 在明朝的实际控制区 许多新贵父的百姓啊 并不认可这个出身卑贱的皇帝 有一次 朱元璋行走在京城中 忽然听到一名老妇人 私底下称呼他为老头 这让他龙颜大怒 说张世成曾短暂占据过江东无中 百姓至今称呼他为张王 今天朕贵为天子 百姓称呼朕为老头 这是为何 还有一次 他在上元节微服私房 看到一张画 画的是一名赤脚妇人 怀揣西过 看过的人都是哗然而笑 不明就里的朱元璋打问之下 得知这幅画的含义啊 是怀惜妇人喜好大脚 嘲讽的是皇后马氏的大脚 这又让他极为记恨 朱元璋常常说 朕本坏又不一 这一点啊 他自己说的 别人却提不得 对韩威的身世 他其实极度自卑的 这种不自信 再加上对建立皇权 绝对权威的迫切渴望 让他对臣下的举动非常敏感 成敌之初 他曾经用了很多亲信为简教 专门负责对臣下的特务真机 比方说啊 开国功臣 画高和胡大海的妻子 在女僧人的诱导下信奉习僧 简教报告给朱元璋 朱元璋把两家的妇人和女僧都扔进了河里 曾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莲 喜欢在家里面和客人喝酒 尖叫在旁窥寺 第二天 朱元璋问宋莲昨天喝酒了吗 客人都是谁呀 酒桌上摆着什么菜呀 宋莲据实回答 朱元璋很满意 说到诚然 清部七镇理部尚书吴灵告老还乡 朱元璋也是要派简教去调查近况 简教在肃清励志方面 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浙江绍兴金华秋汉 农民颗粒无收 地方政府却向中央隐瞒灾情 简教查访得知以后 汇报给朱元璋 当地官员于是被拿问 朱元璋这样评价手下的简教 由此数人必如恶犬则人怕 然而 简教们大多属于是临时抽调的 互相之间也没有同属关系 为了高效地向最高决策者提供信息 并且对官僚群体实施 有效地监控特务的正规化 制度化 系统化 逐渐被提上日程 于是锦衣卫应运而生了 朱元璋的手里面 有一支亲军 是皇帝的私人卫队 洪武15年4月 朱元璋撤掉亲军中的都卫副 和伊伦斯 改制锦衣卫 锦衣卫的职责 有明暗两项 明的就是皇帝最贴身的卫队 和仪仗队 传妃于服配修春刀 随是皇帝左右 暗的就是秘密 真机调查 主要是由锦衣卫 北镇辅司承担 这个机构 可以不经过刑部 大理寺督察院 三大国家司法机关 直接根据皇帝的旨意 执行侦查 逮捕 关押 审理 等于独立于三法司之外的 另一套司法部门了 也就是后来 让人闻风胆寒的诏域 如此一个暴力机器 怎能没有监督呢 实际上 监督锦衣卫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皇帝 朱元璋 重点立志欲下极言 红武二十年 朱元璋得知 赵玉灵虐犯人 大怒之下 烧了赵玉的刑具 并且把囚徒移送到了刑部大牢 然而 仅仅凭借人质 而缺乏监督机制的锦衣卫 固态赴盟 于是红武二十六年 朱元璋下诏 大小罪案不再经锦衣卫审理 全部通过 正常的司法机构 锦衣卫只有侦察力安全 可以看出来 朱元璋对锦衣卫的掌控 还是非常有效的 红武朝的锦衣卫 还不至于指手折天 在朱元璋屠戮功臣 速将 惩治贪官污吏 清除豪翔地主的明初四大案中 锦衣卫真正起作用的是蓝玉案 红武二十六年 锦衣卫指挥 将蒋衡告开国名 将蓝玉谋反 朱元璋借此诛杀过万人 其实啊 蓝玉最多也就是跋扈和自砖 蒋桓的报告 只是给了朱元璋 鸟尽攻藏的一个由头 与此同时 一支政治势力 在红武朝 更为隐秘的积蓄的力量 那就是宦官 从朱元璋的一些言行看 他对历代换似之祸 有清醒的认识 并保持高度的警惕 红武元年三月 朱元璋见史书所载 汉唐之末宦官乱政的情况 身位之前的君主们感到叹息 明太祖十路中记载的朱元璋 严禁宦官御政的训诫 击达七次之多 红武十年五月 有一九世内庭的宦官 谈及正事 朱元璋当天就把赤还乡礼 到了红武十七年 他铸造了一枚铁牌 置于宫门中 上面写着 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则斩 此外他还不准宦官十字 表面上看 朱元璋对于宦官乱政 建立了一个严密的防火墙 因此 后世诸如明史等著作 都认为明代的宦官之祸 源于明成祖朱棣权下有之 一定是大呼冤枉 他其实是当了老爹的替罪羊了 事实上 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 早在红武元年 朱元璋就派遣过宦官 到北平犒赏北征将士 为此宦官监军分阵开了先例 红武元年11月 也就是1368年 一个叫马仲良的宦官 奉旨前往广西 招负当地的吐司 这是明代内官参与执政活动 最早的记载 第二年4月 宦官金丽渊出使高丽 这是内臣奉旨出使外国的开始 此外 宦官参与查马贸易 监督商税 插手刑狱 在红武朝都有势力 而派遣宦官监续臣下 则更早 在朱元璋称帝之前 有一次赐富有德酒宴 命叶国珍陪酒 并拨负了妓女十几人 派宦官窥视 叶国珍命令妓女们 穿上华丽的服装 自己跟妓女坐在一起 宦官回来汇报 朱元璋命令士兵 把叶国珍和妓女 锁在马棚里 并削去了妓女的鼻子 叶国珍也挨了十几鞭子 因为叶国珍的行为 触犯了朱元璋 等级贵贱的思想 红武十二年十二月 战成国派遣使节 向明朝进贡 劝善已久的丞相胡维雍 没有把这件事情 上报给朱元璋 一名宦官见到了 战成国使者 给朱元璋打了小报告 受到蒙蔽的朱元璋大怒 两名丞相胡维雍 和汪广阳顿手谢罪 这件事啊 可以说为胡维雍 后来的悲惨下场 埋下了伏笔 第二年 胡维雍因为谋反的罪名 被朱九族 朱元璋从此不再设丞相 直接领导六部 强化了黄泉 据言史记载 当时一名叫做云奇的宦官 曾经揭发胡维雍 意图行刺的罪状 在权力中心 发生大洗牌的重要关头 宦官扮演了 极为重要的角色 为了子孙后代 永坐江山 朱元璋对于 可能威胁到黄泉的货因 全部都进行了排除 功臣殆尽 文力束手 厚非外戚 不得干政 然而 权力集中于义神 而义人又不可能治天下 他身边的帮手 就只有那些出身低违 身体残疾 之根之底 又没有宗族势力的阉人了 因此 尽管深知 宦官必然无国 心口不一的朱元璋 还是抬高了宦官的品级 扩大宦官的规模 到了洪武末年 宦官机构已有二十一个了 为后来管理宦官的庞大机构 二十四衙门 打下了基础 对宦官 他可以说是又爱又恨的 一个叫做冯坚的小历尚书 要求控制宦官人数 朱元璋破格提拔冯坚 为左迁都御史 他的外甥曹国公李文忠 提出财省内臣 他又勃然大怒 说语若无语 以何意 此必其门刻交之 意思是 你要削弱我的权力 是何用意啊 这一定是你的门客教你的 于是 他把李文忠的门客 全部都杀掉了 李文忠也是京剧而死 一手任用 一手又是严防 在朱元璋这里并不矛盾 但是啊 他超高的统治艺术 和勤奋的治国实践 却无法遗传给他的子孙 到了后代子孙那里 官患不仅干政 而且政治地位 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好了 本次分享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下集更精彩 下集更精彩